露里蒙天祥宮的媽祖 要去中國找起廟的人 在把媽祖整理什麼 台灣人很多都是姓媽祖 結果會找到 發生台南玉寺無限宮 跟飛郊來到北山月 露里蒙天祥宮 還要辦館公跟媽祖的合分典禮 進度在廟堂就要他們董起來 天祥宮這邊很想起 跟新郊帶著 說祖先都不知道半行 說打敗他們的名聲 國教對方 這機會失禮如果沒辦法 你把媽祖的動作是 身材的人材這樣 優雅在旁邊就對了 這是不對的原因 如果這樣的話 你們可以出面 把所有媽祖的進度 把所有關心地的進度 跟一個失禮 無限端是天祥宮家 請一身本領的媽祖 但是本領的媽祖跟本尊 身材跟結束都不一樣 無限端的罪犯 只是說 女兒要跟別人結婚 就總回來 結局四大要的動議 別說 帝君跟媽祖的進度 沒有鬆快 天祥宮認為說是來找麻煩的 本領出的身邊跟祖廟裡面 本領也是有差 天祥宮 每年都會照身邊的支持 先把身邊結合好 立心 等人來請 每一次要分類的檢診 都經過跟媽祖的 感到來支持 那如果像那個姑娘 那種陰神之類的 可能可以就是配對 有宗教教的臨書說 身邊結婚 大部分都是陰廟 像帝君跟聖廟 這種的贅心 共和這樣無法 實在讓人想不 民視新聞 台南報道